人人本具佛性,同时也都具有画佛的潜力 带您来欣赏廖湘林老师的肃静佛画 廖湘林的肃静佛画是他自创的特殊塑成教学法 让完全没有绘画基础的人能在短期内学会精细工笔佛画 进阶再学彩绘 我们老师成立这个台北的会馆 他一个很大的用意就是目前在台湾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场地 提供画佛的人来这边参展 所以我们老师提供了这个会馆 希望有缘人画佛的朋友能够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展出的地方 这是我们台北会馆的一个用意 开了台北会馆的一个用意 那诸人画佛呢我们这个团队呢有到监狱受刑人去教受刑人去画佛 那教受人画佛的时候呢 其实透过画观世音菩萨这个过程当中 也让他内心的那个慈悲心能够展现出来 然后呢我们也去幼儿院帮助小孩小朋友教他们尽心能够画在画Q版的佛画的过程当中 也让他种下了一个善的一个种子 去少年俯幼院也是做这些动作 那我们这些老师的学生呢真的是很欢喜很快乐的跟着这个团队去做这个义工 那再来呢老师还有一个平邻有一个菜谱 那我们是用那个无农药的蔬菜 那收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送到各地的那个育幼院跟老人院 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吃出健康 画佛不一定要有天分 只要静下心来就能画 调香林表示 人人本具佛性也具有画佛的潜力 只带英伦引导 法界新闻记者赖伊荣台北采访报道